就只想把戏啊 其他的手牌啊 赵路斯甜美可爱的人生 以及初次的业务能力 让他作为了九五花的第一宝座 本以为他会一番风顺的走下去 可是没有想到赵路斯却在事业上翻车了 最近网上流传出一条 惊悍灿烂片场视频 就是那一场领不移交承受伤 骑马的片段 听到开启后 无类编案战务剧本让马跑起来 结果赵路斯惊慌失措 开始向无类飙赃化 整个过程 赵路斯又哭又喊 无类始终面带微笑控制情绪 就算明知道赵路斯的尖叫 可能会刺激马风 但累累依旧尽心尽力的保护路斯 而且这段拍摄结束后 导演和工作人员立马上前安抚赵路斯 导演还小心翼的夸赵路斯 特别真实 表示一条过 但唯独无类一个人坐在马背上独自消化 所以尽管近期有人为路斯惩情 但网友们似乎并不买账 随着这则视频在网上的不断发酵 赵路斯不仅在人世上迎来前所未有的大毁灭 他和累累的关系也被引起了大家的讨论 可是关于两人不合的消息也越来越多 有网友在新汉的一场发布会上就发现 路斯似乎给雷雷挖坑了 一边说自己吓死了 一边又说全剧组都以为马疯了 最后又说雷雷的马迹太好了 也难怪当时的雷雷立刻被瞎成了小结巴 之前小编还以为这是雷雷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太紧张 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这样 毕竟如果雷雷当时不小心说错了 那就是下一个印象天 可就算这样雷雷在发布会上 依旧各种对路斯谦让 所以这个视频爆出以后 很多人表示同情雷雷 但是这个视频为何可以在网上发酵 小编认为基于两个原因 第一 赵路斯一直打造的是天真浪漫的甜媚人生 第二 那意味着无攻击性无瑕疵 第三 情罕灿烂播出后 赵路斯和无赖有了一批CP粉 第五 甚至有人传言这两人喜欢在一起了 这部脏话算是彻底让CP粉梦碎 随着舆论的发酵 赵路斯工作室也站出来点名了一些账号 警告他们不要侵犯个人的权益 赵路斯的铁粉们更是互主心切 要么拼命说视频是合成的 要么说黑子故意黑他 要么说不要对女人太苛刻 无论如何铁针针的事实摆在大众面前 是非取直相信大家都以感证 作为酒后的顶流小花 有人曾说赵路斯会是下一个赵丽 事实证明资本捧出来的顶流 犹如美丽的肥皂炮 无论看起来都耀眼 都会在某个时刻露出马脚 从绝望的文盲到大骂赞话 不可一世的赵路斯终于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其实真正的好演员都是肚子里有墨水的 所有的眼睛都建立在演员对角色的思考 非科班出身的赵路斯 长着一张无可挑剔的脸 脸型圆润饱满五官精致立体 有几份罕剧女主的味道 从小透明到配角到罕剧女主 再到正剧女主 赵路斯只用了短短的六年时间 要知道赵丽颖在成名前跑龙套就跑了七年 什么危险的辛苦的狼狈的小角色 他都演了个遍 毫无疑问赵路斯一路走来稳定且顺遂 走到顶流位置的他 今年也不过才23岁 普通人在这个年龄才刚刚大学毕业 走上工作岗位 没有学校的历练 也不是致命弱点最可怕的是脑袋空空 一样是在碰击绝望的文盲时 赵路斯成了典型的例子 两个采访就让他露出原型 第一记者问他演员是什么 赵路斯想了半天最后蹦出一句 演员就是我自己 作为一个出道好几年的演员 居然连演员的定义都没想法 第二记者让他介绍一下自己主演的活动 他置之乌乌的说 就是一个女孩 他在党成立的时候做一些改编做的事 这个答案未免也太敷衍了吧 首先 胡同的背景故事是在建国时期 而非建党时期 其次 赵路斯所演的《填岛一绝》 是经历旧社会的苦孩子 从解放出击到改革开放出击 积极参与局委会工作 奉献自己的热情和爱心 作为女主角 连局次的特征都不懂 真的能够演好戏吗 虽说这些年 赵路斯的确演了一些流量不错的电视剧 比如《常文中的陈千千》 《且视天下》等 但这些国舞的人物并不复杂 只要够美 就能够满足观众课堂的氛围感 但离开了国舞剧的滤镜 赵路斯的演技短板也很明显 在出演胡同时 他浮于表面垂眉灯影的演技 丝毫展示不出人物 仗义豪爽热情善良的性格特征 反而更像是一个霹雳脾气的女流氓 之后还有媒体吐槽赵路斯耍大牌 人前人后两幅面孔采访直到 故意要缩采访时间 回答问题敷衍毫无职业素质 当然饭圈有一万个理由 为赵路斯开脱洗白 但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适些 人品和素质 作为娱乐圈考核明星的重要组成部分 任何不自知的仪人迟早会付出代价 所以赵路斯的成功 只是关键得益于她的人生和形象 在节目后的女演员中 很难找出一个像赵路斯这样 兼具甜美和气质的小花 她热乎乎的脸蛋可娇俏可灵动 是无数人心中初恋脸的代表 她的一瓶以下都自带氛围感 让人忍不住为她停留 而且赵路斯的观众员是她最大的武器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赵路斯会在填宠区的市场收割巨大的流量 但是绝望的文盲骂脏话 和耍大牌的标签贴在她身上后 她还能够走多远呢 赵路斯走到今天这一步 也是资本造型的最大悲哀 资本不管一人的真材实料和人品素质 只是一味的营销和吹捧 这个过程犹如吹气球 气球吹得越大就越容易爆炸 不过可能已是赵路斯 同样是甜美系女演员 曾经也有人称赵路斯会是第二个赵丽 诚然就流量来说 赵路斯已经有追赶赵令的趋势 但惨酷的是资本捧出来的流量 和演员用作品积累下的流量 根本不可能放在同一个层次比较 前指的底部是空的摇摇欲坠 后指的底部却有坚如磐石的地基 能够经受风吹雨打 所以小编可以肯定的说 赵路斯成不了第二个赵丽颖 任何人都无法复制赵丽颖的成功 再看赵路斯 其实她和赵丽颖的差距也很明显 赵丽颖用了七年时间为女主积累经验 而赵路斯只用了短短两年的时间 就坐上了女主的位置 缺乏生活的历练和角色的磨练 注定让赵路斯演不了太复杂的角色 目前让她最出圈的都是甜宠剧 除了传闻中的陈千千和心悍灿烂 两部剧口碑不错 剩下的都是不及格的烂剧 没有强而有力的作品之章 再多流量都是空心 再者从演技上来说 赵路斯比不上赵丽颖的多变 她的可塑性不强 从外从口碑来说 早期的赵丽颖也经历过被黑的阶段 但是黑她的无非是情商丁 吐气 并无实质性的错误 赵路斯被央视批评这一项 就要足以成为她洗不掉的黑历史 况且赵路斯背后的饭圈 偏执又激进已经败光不少路人员了 纵观现在的九五后花的女演员 和赵路斯竞争的不在少数 张静怡舔细微与树心 都是甜媚人设强要力的女演员 赵路斯的反尘 无疑给竞争对手让路 赵路斯走到今天这一步 并不让人意外 资本捧出来的流量明星 说到底只是资本敛财的恐惧人 那些用力打造的人生 不过就是一场虚妄 时至今日 摆在赵路斯面前的路很明显 熟练脾气 专心演戏 别被流量迷失双眼 做个踏踏实实的演员 得到机会降临的时候 她才能够接得住 否则一味的被流量裹挟 赵路斯只会一直走下坡路 现在的她尚且年轻 还能吃青春饭 等再过五年更漂亮的小花 一茬又一茬的冒出来 谁还会贪恋她的颜值呢 未来的赵路斯 会走向好艺人的大路 还是流量明星的深渊 全在于她今天的选择 那么大家认为呢 欢迎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